本来应该要取缔赌场的远景竟然收费包庇 这个是台北市大安分局远景 涉嫌跟赌场的业者来挂钩 板桥地检署约谈了三位的远景来道案说明 结果前安和所所长许德道 因为涉嫌期节重纳被生压获卷 而前台北市南港警分局的侦察队长 魏俊明则是以新台币20万元来交保 兔子有来往吗 认识他吗 可不可以沉浸一下怎么收钱 好 透过镜头您可以看到面对媒体的询问 魏俊明不肯回答就是不肯回答 不过经过检票的追查呢 英国97年开始职业赌场的业者 为了追这个躲避追查 向台北市大安分局的警方按其来行贿 之前呢 曾经发动了一波的搜索 而昨天约谈了三位的远景 最后两个人交保 一个人遭到机场 来看看 谢谢大家